手扶梯上明明人不多 男子却紧跟在短裙女子身后 用身体挡住手上拿着的手机 其实在偷拍对方的裙地 拍得太专注 不小心还碰到女生的腿 嫌犯装得若无其事离开现场 后来还回来观察被害人报案 今年二月初 有女子暴声在捷运市政府站 搭乘手扶梯时 遭人偷拍即兴骚容 本队调查后发现 嫌疑人跟随被害人上电弧梯后 随即移动到女子身后 以手机偷拍 却不慎碰到该女子大致 女子察觉后 该男子随即逃逸 报案人认为隐私权遭到侵犯 只坚持其道 警方依据该男子的衣着特征 调阅站内外数十支监视器聘口发现 嫌疑人于案发后 竟有返回查探被害人的反应之动作 疑似查看有无留下证据或目击这里 新本队派员在偷拍男子藏出墨迹地点 埋伏守后 终于查复以后犯嫌疑 依妨害秘密罪 跟性骚扰防治法 谈刑进一分局去办 根据捷运警察队的统计 111年1月至112年1月 捷运系统内发生妨碍秘密案件 总共有61件 约占捷运系统内刑案比例的14.3% 本队分析最近一年捷运系统内发生的61件 妨碍秘密案件 占捷运系统的刑案比例14.3% 此类犯罪手法通常是在捷运手扶梯或厕所 车厢拥挤处以手机偷拍他人隐私部位 目前已针对偷拍案件亦发生的场所及时段 近期分析检讨 机动调配经历 强化犯罪热点巡手机 同时要求线上同仁对于暂停 阴暗披静角落加强巡视 关心夜归妇女的陈车安全 持续精进捷运系统内各项犯罪预防的作为 警方在偷拍男子常出没的地点埋伏守后 最终查获嫌犯 依涉嫌妨碍秘密性骚扰防治法 移送新一分局续办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